两位律师观察员站在法律角度 对这对夫妻之间的矛盾进行了一番梳理和解读 接下来其他几位观察员站在了情感的角度 分别指出了在男女双方身上各自存在的问题 张女士 你为什么会心生贤习 在我看来你的条件优越于他 你家庭条件很好 你自身条件也非常好 相比之下 这个男人会笨拙 而且家庭条件也比较差 相形见拙 于是你有天生的优越感 而面对一个比自己弱小的一方 如果强大的一方能够照顾到弱小的一方的感受 更多的一些包容理解 甚至低姿态一些 这样的相处彼此会非常融洽和舒服 而你呢 你是用一种习惯了的 你的思维 我行我素 然后呢 指手画脚 那么你想一想 比你弱小的那方 他会心生敏感 多疑脆弱 你的这种自带优越感 自带光环 会在这个自卑者的面前 格外的烫手 刺眼 所以你反而要调整一下你的姿态 放低一些姿态 恰恰恰证明了你的强大 而并不丢人